飞機上全部乘客紛紛戴起氧氣面罩 愿往左一看 机舱赫然破了一个大洞 今年年初阿拉斯加航空 一架波音737 MAX9客机 在飞行途中内牵制舱门竟然整块喷飞 让乘客吓到一动都不敢动 这起舱门喷飞世界令全球震惊 但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更令人跌破眼镜 也是从这一刻起 有飞机机轮在起飞没多久后 从半空中掉落 直接砸在下方的车上 还有这架航班降落后冲出跑道 甚至还有一架737 900客机发动机起火 被迫返航 美国联合航空拜波音所赐 一个礼拜五度出问题 上个月智利南美航空也有一架 波音787客机发生严重飞胺意外 飞机在空中就像大怒神一样 脊椎150多公尺 导致50多名乘客受伤 2024年才进入第四个月 对波音来说实在不太顺遂 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发生新的飞胺意外 4月8号一架新的航空波音737 800客机 正要起飞时 引擎遮罩就这样一片片脱落 乘客机组人员都安然无恙 但与此同时还惊传一名62岁前波音员工 John Barnett离奇死亡 他被发现沉湿在饭店停车场 根据CNN报道 警方目前判定他是举强资敬 其实他是检举多项波音飞胺问题的吹哨人 但不止他还有另外一名吹哨人 波音工程师沙勒普尔也传出生命遭到威胁 这全是因为他出面提报 波音787梦幻客机和777客机有组装缺陷 而这些缺陷恐导致飞机使用寿命大幅下降 甚至酿成灾难性故障 针对他的指控波音全盘否认 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已经着手展开调查 但波音内部螺丝松脱 评管问题攻诸于市 导致今年Q1的交机数量根本不大百架 只交付83架新机 大陆国产客机C919嗅到商机企图以低价抢进市场 推进919飞机与阿萨人 认可审查 推动国产名机走出国门 根据国际航空分析公司的数据显示 在2023年波音交付了528架新机 主要对手空八则交付735架 虽然录制C919交付累计数只达到5架 却在去年拿下超过1000张的新机订单 东航跟中国商飞增订的100架C919大型客机 将于今年至2031年分批交付 不过港媒也点出中国大陆生产的C919飞机 还没获得欧美航空监管机构认证 暂时还无法打进欧美市场 只能先靠内销打口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